在泰国你应该会经常碰到一些会讲华语讲得特别好的泰国人 那你要是再跟他们治疗下来的话 原来他们从小会上华语的小学和华语的中学 那为什么在泰国会有一些华文学校呢 大家好,我是美玉 我是一个旅居全球的风水师 最近呢我正在和师傅在泰国生活 那今天呢我就和师傅来到了一个华人村 看到在泰国这个村子还写的都是华文 什么繁体字的 金中爱国 然后国泰民安 还有对联 从泰国北部的青来开车开了400多公里 大概七个多小时才来到这个离派县 大概 嗯 好像两三个小时还一两个小时路程的一个小村子 嗯 因为有朋友住他的父母曾经是九三远尊军的后代 所以我们来这个村子里来看一下他们家人 他爸爸和妈妈呢当然已经早就去世了 但是还会离有遗留一些老一点 嗯就是有那段历史 在村子里走啊 可以看到很多地方还是有中国的文化痕迹 例如在墙上有很多中国的对联啊 每家每户都有中国的对联 墙上会贴有中国的熊画有中国的熊猫啊 牡丹啊这里有很多你会看到很熟悉的东西 这是很神奇的一点 你在泰国为什么还有一个村子是这样子 但我告诉你 其实在泰国有很多个村子都是有华人的血统的 陪德中学泰国北部山村里的各华文学校哈 开了这么久不散 这个学校的墙上写了这个村的来历 黎明新村由来 1973年元吉四川世代祖先居国感之罗兴汉因躲避免军 军追击率领部部队撤往泰免边境 然后呢因为政治的因素被遣返缅甸 其部队在此定居并由蒋中城经营泰免玉石交易所 要就成为这里重要据点 交通为马所以就马帮而得来 迷索居居居民除了华人外 还有还有泰带族拉姑 什么一些少数民族主要沟通语言为云南话 在此生活的有有什么什么协助教导管理居民 什么生活学校延续中华文化取名为培德中学 迷索 改名为黎明新村啊 哦 前两个前天 明天是 是那个 区院出新 在一个教室门口听到一个老师在讲昨天是七月初七 是一个中国的七夕节 然后同学们也在讨论 但由于我躲在外面 他们会看我 然后我觉得不应该打扰他们 我就走开来了 走开了 现在在整个学校走了一圈 大家都在上课 有中级班中级班 我也不是很懂他们是怎么分的 有可能是跟台湾那边的分法一样吧 现在是晚上七点半的泰国 天已经黑了 但是华文学校还在开着 这段历史其实很少有人知道 或者说并不是主流媒体会报道的一个东西 一个历史吧 它的历史是这么说的 就是之前国共两党在打仗 然后呢有一批云南的那些军队 又就是就逃到了边境 太缅的 就是缅甸啊 缅甸不是跟中国接壤的吗 就是边境 然后一点退一点退 他们当时是想要反攻大陆的 但是就一直没有等到国民党那边的消息 因为国民党也退回到了台湾 然后他们就一直驻扎在这里 就是就是这里是反攻大陆的一个 一点吧 然后就有一批国民党的老兵残留在这里 他们没有身份 带我们来这个村玩的那个朋友40多岁了才拿到 才拿到那个国中那个泰国的身份证 之前都是一直是难民证 虽然他是出生于泰国他已经是第二代了 就他的爸爸是当年国民党的远征军 然后他是在这里出生的 刚刚跟他们聊了一下 他这个村子叫什么 什么看见黎明村 黎明 黎明村吧 以前叫米 包米 包米村 还是我不大记得了 这里呢 有门牌号的住户有80户 然后还有十几户 没有门牌号 大概一共有一百户人 然后一家大概六七口人 因为这里没有计划生育 所以一家可以生好几个 大概有六七百人在这个村子里 这个村子的人都是会讲华语 然后当然主要是以云南话为主哈 我也不是很懂云南话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我师父之前在云南住过十年 所以他还是懂一点的 他们为什么会晚上上华语课呢 因为这里是泰国嘛 泰国不会开一个华语学校的 华语学校都是 就是村民们自发自己建的 但是不能叫建 然后没有钱 同刚我看了一下那个墙上 有很多捐助的名单 有什么新加坡的 什么什么基金会 台湾的什么什么基督教会 有一些个人来捐助 盖了一下这个房 盖了一下这个泰国的 这个华语学校 其实这所华语学校 在我走过的华语学校里面算 就是校舍也好啊 条件也好 算比较好的了 有些华语学校的话 它的黑板都是破的 真的质量不是很好 那他们是怎么上华语课呢 就是上午 在去泰语文学校之前 先来华语学校自习 然后再去正规 就是去华语泰文学校念书 然后泰文学校念完了之后呢 晚上又来这里又来上课 所以说他们这里的人呢 就泰文学校是政府指定的那种义务教育哈 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也叫义务教育 但是华语学校呢 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祖先是中国人 所以才来才来念的 然后华语学校不代表是你一定要是中国人的后代才能来念 像有一些泰国人就是纯种的泰国人也会来华语学校念 就是附近村子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多一门语言也会多一个生存的技能 因为像这个村子离派县开车大概1点5 一个半小时 刚刚跟他们聊了一下 就本地人开车快 因为他们熟悉的话 大概45分钟就可以到派县了 派县呢 也是离清迈很近的一个小镇 那里也是游客蛮多的 但因为疫情的话通常都 现在我们也从派县经过也比较萧条了嘛 那里老外游客居多 去那里的话应该也是可以谋求一些发展的 有的人呢 像我 是自愿离开自己的家乡 那有的人呢 是并不是自愿 有些历史的原因 像以前 因为为了讨生活 有夏南洋 只是说 就是广东那边的人 自己 自己嫁一艘船 去南洋 也就是东南洋这个地方 去讨生活 因为真的是想 活下去 讨口饭吃 然后后来 又有一批 夏南洋呢 是这批 国民党的老闭 就是想要 就追求他们梦想中的祖国吧 我也不能 我也只能这么说了 然后他们停留在了泰国 缅甸 缅甸 边境 然后等待着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家 结果 却没回去 也回不去了 又留在了这里 刚刚我们吃饭的时候 觉得说 他们每天看天上月亮的时候 应该都在想念自己的家乡吧 有很多ABC 我们说的就是指那些 在英美国家 主要是美国吧 他们是中国的血统 但是在美国长大 然后会讲不大清楚中文 因为他们通常是受美国教育 但是在泰国 包括缅甸也有一些华文学校 他们也是从在这里出生 在泰国出生 在缅甸出生 他们的父母是中国人 但是他们却保留了一些 可爱的中国的传统 比如过年啊 春节啊 写对联啊 之类的 因为刚刚我在 我在一路走的时候 我就看到村子里有一些 这样的壁画 然后他们还在学习中文 刚刚我看到老师上课的时候 在黑板上让同学默选的是 弟子规 弟子规 我都不知道 我知道弟子规 但我没有学过 我也没有背过 现在到语文课本里 因为上海交代嘛 是没有这个方面的工具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有想到那么一句话 山川一遇 岁月同天呢 在泰国这么一个小小的山村里 现在还有一批在学着中文的孩子们 想想就是很美好的一件事 那今天就是第21天的日灯了 明天见